這次真是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乘搭HK Express的新航線去到青萊 好 現在去Check-in 了 Bye 這麼快就來到酒店 第一件事要做的當然是Check-in 這裡就是泰北青萊一間當地的早餐店 一間四十多年的當地餐廳 他們的早餐又是吃甚麼 聽當地人說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吃豬的內臟 泰國是一個多佛的國家 這一間在青萊的玉佛寺相當有名 不過入廟的時候就要保持縮正 在香港吃喇沙就吃得多了 來到泰北的青萊 他們的喇沙又有甚麼不同呢 很香咖喱味 還加入了一些椰汁在裡面 所以令到喇沙是零細香的 現在就試一下糯米豬肉腸 那個皮是很嚼韌的 豬肉的成分是多很多 大家看看 青萊的晚上真的熱鬧很多了 現在我們到了晚上去哪裡玩呢 當然帶大家去到夜市找吃 走進夜市的途中 一定會經過這一座 當地的地標 Clock Tower 這條就是青萊最熱鬧的暴行街 到底有甚麼東西呢 跟著我看看 哇 黑色的Pancake 剛才他們說 加入了竹炭 所以令到它變成黑色 但其實它的味道也是一樣好吃的 那我們就點了蟹柳 芝士和煙肉 這個很好吃 終於來到青萊大名鼎鼎的白龍寺了 是整個旅程最期待的畫面 現在已經出現了 這位就是白龍寺的設計師 今天有幸可以跟他拍照 白龍寺主要的顏色就是 白色加上銀色 有別於平時大家見到 金碧輝煌的那種寺廟 陽光底下看到是閃亮亮的 感覺是很純潔 亦都是很莊嚴的 Let's check it out 上面掛滿了很多一塊一塊銀色的頁 就是捐款給白龍寺的人 就可以寫下你的名字 這樣掛上去 一會兒我們都可以 加三十元泰幣 就可以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就掛上去 要吃到青萊的地道美食 我就當然會帶大家來到 當地最大型的露天美食廣場 這裡的攤檔買的食物 種類非常之多 好像是泰式火鍋 燒烤 海鮮 小炒 總之你想到這裡也有得吃 這一檔就是賣泰國的小炒 泰泰都是泰國一定要吃的炒粉 我們也點一碟 搞定 小雞翼 我自小喜歡吃 來到當然點一碟雞翼 OK 1 不過這個是雞腿 泰式的沙啤沙啤 你吃過沒有 剛才點的食物終於來齊了 泰北炒的啤泰是清淡一點 燒豬頸肉 先蘸醬汁 醬汁是甜的 還有豬頸肉很爽口 今天一早來到街市有什麼要做 吃了幾天泰菜 我自己都想回香港 做幾道給家人吃 所以今天就要介紹一位 美女廚師給大家認識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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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做購物 第一樣買的菜就是雞 在泰國的咖哩都有分很多種 你看到有紅色、黃咖哩、青咖哩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這一種 再加一包咖哩粉 好,第一件事就加兩斤椰子、奶 稍微拌勻 我們用了差不多十幾種材料才能做到這個醬 好,現在就… 好,現在就… 好,現在就要炒 好 好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把麵放進碗裡 然後把麵放進碗裡 最後一步 美麗的 準備好了 完結了 好,這就是牛肉 大功告成了 吸管卡 拜拜 這麼快又要回香港了 今次在青萊吃了這麼多泰北美食 除了陽光與海灘之外 還看到泰國純泊自然的一面 多謝HK Express帶給我一個全新的泰國體驗 希望下次有機會回來 拜拜